如果未來讓民進黨繼續執政 台灣可能會出現非常多的問題 但現在的狀況是 國民黨如果是最強的人出來 可能都不見得有100%的把握 因為當然中選會的主委 已經確定是由李靖勇來擔任 各位看看他過去的資歷 從基隆市長 副民主長 內政部長 雲林帶領縣長 法務部次長 然後交通部政次 然後雲林縣長 然後再來當中選會主委 你說他跟民進黨可以劃清界線 不受羈絆 我絕對不相信 更何況 李前縣長 現在是李主委 還曾經創下了 我記得他在基隆市市長 也沒有連任 他在雲林也沒有連任 就是說一個人可以在兩個地方 當縣市首長 然後還都沒連任 他大概也是台灣 現任史上的第一人 那麼昨天在立法院 確實國民黨的委員們 非常的努力 也很多人手肘扭傷 腳扭傷 然後甚至這一幕 大家也覺得上上吸睛 今天剛好我們萬一委員就在現場 不過我覺得這都是正面評價 儘管最後真的沒辦法 人家就是多數暴力 但我們還是看到了 民進黨的阿爸 國民黨的努力 還有委員的勇猛 很帥 沒有 幫我們還原一下 我們不是還原這個 不要 我們還原一下昨天現場的民進黨 是怎麼樣動用人數多數的暴力 在處理這個事情 我先講一下 這個李建勇人事案 就是說大家也聽了很多 就是過去我們的慣例 中選會主委都是無黨籍 因為從2009年中選會組織法 通過之後希望法制化 大概幾任從賴浩銘 張博雅 劉翼舟到陳茵前 這個包含陳茵前都是無黨籍的 都是無黨籍的 有什麼道理 你蔡英文這一次 非得強度觀山 一定要李建勇這個有黨籍的 他只是暫時註銷 也比方說他之後 還是可以回復民進黨籍 尤其過去他的經歷 是黨派色彩這麼重 你非得要用他 所以不禁讓外界社會輿論 大力的撻伐 認為真的為什麼非他不可 尤其破壞民眾對於 接下來大選選務的 中立跟公平性 所以這一點是最受外界質疑 尤其讓外界反對的聲浪 這麼大的時候 你又非得他不可 就讓大家覺得說 到底是為了什麼 今天很多民進黨委員 私底下也反映就是說 我們有必要這樣子 非得要打一架讓他通過 事實上換一個人權 我們又不是沒有人才 找一個客觀中立 無黨派的也可以來擔任 非得要林建勇不可嗎 所以這是第一點之一 第二個 蘇貞昌院長甚至出來大大 就是說中選會組織法 並沒有說我不能指派 一個有黨籍的主委 我看了條文的確 在組織法裡面也說 在任職期間 只要不參與政黨活動 然後超出黨派行使職權就可以 所以這當然是有空間 他沒有說限制你 這個主委是要無黨籍 沒有白紙黑字 條文的文字 沒有這樣寫 的確你可以說沒有違法 但是為什麼你要暫時 註銷李竸勇的黨籍 此地無銀三百兩 你就是知道外界會有 這種批評 疑慮 你既然暫時註銷 你何不找一個無黨籍的 我不相信你就是找不到 任何其他的人 所以大家會覺得說 你今天非得要他不可 尤其不惜坦克車碾壓式的 非得要通過這樣的人事 接下來大選 還有公投案 你是不是要上下其手 你是不是要動手腳 大家打一個大問號 所以為什麼要如此破壞 台灣以你為號的 民主選舉制度 我想這個是讓我們在一黨 非常不解 所以還原昨天的情況 早上7點議場的門一打開 我們全部往裡面衝 我剛好可以第一時間 站到主席的位置 所以我念字在字第一時間 怎麼樣都要守住這個位置 所以其實外界 就周邊很多 有民黨籍的委員 也有本黨籍的委員 大家就是會推擠 還有五黨籍的委員 對 還有五黨籍委員 大家會互相推擠 然後非常擁擠 事實上7點鐘 我們要等到9點 打鈴 開議 這兩多小時 大概我們的姿勢 就必須趴在主席台上面 因為你一動 人家就跑進來了 見鋒插身 而且民進黨委員的數多 趴了兩個多小時 真的都姿勢 趴了兩個 對 事實上 所以我後面換了哪些民進黨委員 我不清楚 可是我知道我被包圍住 你旁邊那個沒有換 旁邊那位女婿都沒有換 後面換很多人 就是旁邊那個沒有換 好 可能其他委員很清楚 但我專心念字在字 就是守住這個位置 那個是柯委員嗎 對 這個 我不是 我是 那你為什麼不去抱他 你旁邊是擋了一個人 完全被卡位 被卡位了 要不然委員也想這樣子 沒有 我只是很好奇 他為什麼一直要把手 放在萬安的肩膀上 然後一個多小時都不放下來 我一直很好奇這個事情 我最後說明一下 就以我們這一屆的經驗 因為我們站主席台 過去有滿多次這樣的情況 所以很常民進黨他們藉由人數的優勢 他們會就兩三個或三四個就把你擠開 然後慢慢他們就移到這個主席台位置 所以因為那時候我周邊都是民進黨委員 你不能動 我不能動 你一起來你就把你擠開了 他們會幫我擠走 所以其實當下的情況是如此 你只好任由處置了 對 不是任由處置 而是當下是必須要堅守好這個位置 對 所以別人這樣子 我們委員也算是這個叫做 這叫什麼 忍辱負重 不過這已經很了不起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只有三十幾個 他們是大軍壓制 我們可以在最快的時間 就在搶到主席台 我要可以搶到一個 委員也是站在你們的立場的 對 他可以搶到 馬上搶到這個麥克風 而且守住麥克風兩個多小時 都沒有變化他的姿勢 這已經是非常了不起了 過去那個萬委員也是站很久 對 戰神 其實這一個我特別講一下 因為事實上民進黨的委員 他們好像六點就守在議場的門口 對 議場的門口 所以我們是被排在很後面 所以當他門一打開 民進黨委員餘貫的衝進議場 當然我在比較後面去 但我也衝 因為我們黨團有指示所 我們一定要想辦法站到主席台 所以我等於是跳 再跳上去 然後站住那個位置 也還好民黨委員他並沒有 因為我跳的時候推我 至少他要讓我站住一個位置 至少我們兩邊 兩個政黨各站一方 所以才能堅守到九點多